這次針對於方派然後智品掃費的部分 那都是有關於這次中二選區的一個事案的 選舉的一個事案的維護獎 那會先請我們駕座大隊長 已經所駕座先做一下說明 那之後再會請我們正義隊的隊長 以及我們務封的隊長 再針對於就先到什麼方派主持的案件做說明 那請駕座 可以了嗎 所以我們要開話 那我們開始吧 本局未穩定 本市第二選區立委無選選前治安環境 所以在1月3號開始規劃安城專案行動 迄今即查獲置評案件8件74人 販毒案件19件28人 詐欺案件17件80人 槍炮案件3件3人 地下錢莊14件20人 有效穩定本市選前治安環境 除昨日宣布破獲國內最去規模完整的網路 博弈集團案件以外 另外我們分析疫情期間的治安趨勢 發現因為疫情衝擊經濟活動 導致民眾收入短缺 引發債務糾紛 進而造成暴力 逼討債務的治安事件 因此此次安城專案 所以打擊黑幫暴力逼討債務 為此事行動的重要目標 其中又以不良方塊組合 天道盟危害最為嚴重 因此 本局襲警大隊 正義隊 務翁分局 分別針對天道盟 雙三會 天理分會 天市分會所謂 與減速刀案 令第一分局 第四分局 第六分局 清水分局 還有大雅分局 也分別減速至零專目標刀案 以確保本市選舉選前治安之平穩 那接下來 我請正義隊隊長 跟務翁分局偵察隊長 跟各位說明案情 好謝謝大家